朋友们好,欢迎光临菜宴游市的庭院种菜频道 瓢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虫 很多人小时候认识的第一个一虫可能就是瓢虫 我们开始在自家院子里种菜种花之后 发现菜地里花铺里有一些看起来很像瓢虫的虫子 这些像瓢虫的虫子是瓢虫吗? 这些虫子是黑虫还是一虫 在今天的视频里,我想朋友们介绍Asian Lady Beetle,亚洲瓢虫 看完本视频,你将会知道亚洲瓢虫是一虫还是黑虫 这个就是亚洲瓢虫,种菜种花的人都见过 在介绍亚洲瓢虫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两个经常与瓢虫混淆的虫子 第一个虫子是科罗拉的马铃薯加成 科罗拉的potato beater 科罗拉的马铃薯加成翅膀上是黑黄像箭的条纹 只要记住这一点,很容易区分科罗拉的马铃薯加成和瓢虫 科罗拉的马铃薯加成是黑虫,主要为黑马铃薯 第二个虫子是墨西哥斗驾虫 Mexican Bean Beater 墨西哥斗驾虫实际上也是一种瓢虫 一般瓢虫吃肉 所以是一虫 而墨西哥斗驾虫是瓢虫里的另类 它吃素 即吃庄家 所以是害虫 墨西哥斗驾虫 专门吃豆蔻植物的叶子 但院子里的豆角威害很大 墨西哥斗驾虫的成虫 与其他瓢虫有些相像 但幼虫很容易辨认 这是墨西哥斗驾虫的幼虫 这是瓢虫的幼虫 墨西哥斗驾虫幼虫的胃口 比成虫更大 威害也更大 认识了两种与好瓢虫相似的虫子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亚洲瓢虫 亚洲瓢虫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翅膀上的星星有多有少 区分切形瓢虫和亚洲瓢虫 不能光靠颜色和星星的个数 而是要记住亚洲瓢虫的这个特点 亚洲瓢虫的头上有个英文字母 而七星瓢虫的头上是没有W的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轻松区分七星瓢虫和亚洲瓢虫 顺便说一下 七星瓢虫也不是美国的本土物种 是早期欧洲人带倒美国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是 七星瓢虫向欧洲来的早期移民 亚洲瓢虫只想经几十年 从亚洲来的移民 我以前给仲裁班的老美 介绍瓢虫是会这样比喻 七星瓢虫在美国时间太长了 开始偷懒 不吃牙虫了 所以美国农业部迎进了勤劳的亚洲瓢虫 来控制牙虫 这个比喻形象生动 令人鸽耳不忘 但这几年美国的政治正确风声吃紧 我这也不敢这样比喻了 车远了 我们回来继续讲亚洲瓢虫 亚洲瓢虫是一虫 而且是大大的一虫 一只亚洲瓢虫一生能吃掉五千只牙虫 种菜种花的人都知道 牙虫危害实在太大了 院子里亚洲瓢虫多的话 可一定程度控制牙虫的数量 当然 人无完人 亚洲瓢虫也有缺点 也有人设亚洲瓢虫有五种大罪 车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五种罪在你眼里算不算重罪 一 咬人 咬宠物 所有的动物 包括昆虫 在受到威胁时都会反抗 而用嘴咬 是最常见的滋味方法 我抓狗无数次 亚洲瓢虫 从来没有被咬过 我觉得这个指控 一定愈驾至罪了 二 碰毒液伤人 亚洲瓢虫 在受到威胁时 身上会放出一种黄色液体 如果这种液体刚好喷到人的眼睛里 眼睛会感到刺伤 我的问题是 谁没事把眼睛测上去 给瓢上喷黄烟 而且测得那么近 我的经验是 用手扎小动物 小动物都会分泌液体 和这沙帕尿在你手上 目的是想让你放了它 雄蜂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困层 只知道吃喝 只得处女蜂王感兴趣 从来不遮人 即使雄蜂这样的卵狮子 你把它扎到手里 它也不高兴 会在手上分泌液体 如果朋友们不信的话 可以用手扎青蛙 骂扎或者起草 看看小动物 会在你手上留下什么礼物 三 吃一重的卵和勇 鸭肚瓢层是食肉动物 碰到数位吃得到的蛋白质 它都要吃 吃腥瓢层也是这样 因此 这条罪状也太牵强了 四 吃院子内的水果 亚洲瓢层在秋天没做够的食物是 会吃院子内的水果 特别是葡萄 这个可以算亚洲瓢层的一种罪 不过亚洲瓢层只吃已经有三颗的水果 不吃完整的水果 吃我家葡萄的主要是鸟 不是亚洲瓢层 所以我觉得这罪也是可以宽恕的 五 秋天跑到房子里过凳 这个倒是正的 深秋霜灯的时候 亚洲瓢层成群之带 站在房子的缝隙里 正被过凳 因为有时候城市的数目巨大 会引起一些人的恐慌 亚洲瓢层冬天躲在房子的缝隙里 第二年春天就自己飞到室外了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大罪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 亚洲瓢层不是完美的一种 但光凭一只亚洲瓢层 一生能吃五千只牙层这一点 亚洲瓢层对我们中化中猜的人来设 绝对是一种 朋友们不要把亚洲瓢层当作黑层 能不喷药 尽量不喷药 维持院子的身体平衡 省钱 省市 种出来的蔬菜水果 也会更加健康 更加美味 感谢光临采演一次的频道 请分享 请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ie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